布兰森丸的钻天猴和宇航飞行还差10万8千里 中共惧怕709律师的原因 赵紫阳救部高尚全告别是温家宝露面 江泽民没死 海地第一夫人大难不死 发表公开声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71岁的布兰森上了天了 这位富翁乘坐自己公司的维珍银河太空飞机 在天上转了一圈 起飞一个小时后返回地面 但是他的飞机和亚马逊的贝索斯的飞船 比起真正的宇航员飞行还差得远 简单来说 他们坐的就是一个钻天猴大炮仗 身高到过80公里高度 而后自由落体 调汇地球大气层 舱内乘客可体验数分钟的 太空失众 并透过弦窗欣赏风光 最终载人舱飘落返回地面 事实上 让两大富豪争的脸红脖子粗的太空飞行 都只是亚轨道飞行而已 跟真正进入轨道的载人航天 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 亚轨道飞行只需要克服地球的重力 达到80到100公里的高度即可 而轨道飞行不仅需要达到400公里的高度 还需要加速到每秒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 环绕地球轨道飞行 在返回地球的时候 亚轨道飞行只需要自由落体即可 随后凭借滑翔或者降落伞都可以平安落地 而轨道飞行在返回地面时 要利用地球大气这一宇宙速度减下来 需要更加完备的热防护系统 载人轨道飞行的时长一般要持续数天之久 远远大于亚轨道飞行的短短几分钟 需要更加先进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技术 这些技术都需要大量资源和持续研发才能实现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 想要实现自己的太空梦 大概还是亚轨道飞行更加合适 首先 太空的失重环境 与地面的重力环境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人类在地面上生活 身体早已适应了地面的重力环境 如果进入失重环境时间较长 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生理不适 也就是空间运动病 即便是飞行员出身 受过长时间训练的专业航天员 也有一半在进入太空时 出现了空间运动病的症状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几分钟的失重体验才更加安全 其次 地球轨道飞行的太空乘客 进入太空的成本不只在于天地往返的船票 还在于为了实现天地往返所做的前期工作 除了针对空间运动病所做的必要训练与体验之外 还包括宇航空间生活训练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厕所 为了保证污污不在失重的飞船内乱漂 太空乘客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使用太空马桶 特殊的太空环境 会让上厕所这一个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事情 也变成一项挑战 大量的训练工作不仅将极大提升船票的成本 也让轨道飞行难以成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亚轨道飞行的失重持续时间较短 与坐飞机的体验相近 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来看 都更加适合于普通人 最后 亚轨道飞行的持续时间更短 技术要求更低 飞行器准备周期也更短 比起载人火箭动辄数周 乃至数月的发射周期 亚轨道飞行器如果调度得当 完全可以实现几天飞一般 甚至一天飞一般 缩短的飞行周期意味着能接待更多游客 随之进一步探博成本 可以说 亚轨道飞行将是未来较长时间内 最适合普通人去感受太空的途径 正是因为看到了载人亚轨道飞行所具有的 广泛观光需求和潜在盈利能力 布兰森和毕索斯才早早布局 着手设计各自的亚轨道飞行器 如今 随着维珍银河太空二号 和蓝色起源火箭日增成熟 亚轨道太空观光这片红海已经打开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实现梦想也好 抢人风投也好 作为亿万富豪 布兰森和毕索斯不惜以身犯陷 亲自参与亚轨道飞行系载客飞行 真正的目的无非是为各自公司站台 以抢占更多的潜在客人 通过载人亚轨道飞行实现盈利 今天的飞行之后 维珍银河公司计划 再度进行两次试飞 然后在2022年初开始常规商业运营 每年从美国太空岛进行约400次飞行 大约600张门票已卖给来自60个不同国家的人 价格在20万到25万美元之间 6年前的7月9日 习近平当局在大陆23个省份疯狂抓捕了数百名维权律师 维权人士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 谢燕毅律师当年被抓捕 被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他对记者说 为什么这些人权律师会被抓捕呢 正如外界所看到的 是因为这些人权律师追求真相 汗于人权 捍卫正道 中共当局惧怕维权律师 是因为他们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共的罪恶 通过这些律师的辩护 使得很多的社会公众 老百姓 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弱势群体 无辜的访民 冤狱的受害者 他们被政治迫害 被制造的冤狱 都被这些人权律师揭露出来了 所以中共当局害怕真相的传播 最终导致对人权律师 维权人士 这些正义力量的下手 事实证明 709案发生后 律师群体及家属的抗争 让世界更加了解到了中共的罪恶 了解了真相和事实 不仅他们没有压制住 709人权律师和所有的受害者 申诉申约和讲真相的努力 反而使得国际社会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也进一步推动了民众加速的绝境 所以说 正道和良知是不可战胜的 709期间被抓捕的 著名维权律师有 王全璋 谢燕毅 王宇 余文生 李和平 唐吉田等 以及709之前被抓的高智胜 王永航 其中 高智胜2004年至2005年 曾多次致信中共高层 他写了 必须立即停止灭绝 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 高智胜至胡锦涛 温家宝及中国同胞的公开信 709事件中 首先被抓捕的女维权律师王宇 曾代理多起著名维权案件 2014年参与了唐吉田律师维权的建三江事件 前往黑龙江农肯农场 法治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公民 3月21日 王宇公开控告江泽民犯有群体灭绝罪 王全昭律师说 我不怕被他们关押 如果我的关押有助于案件的往前推动 是值得的 就使得更多的人站出来和他们碰撞 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良知 每一个人的选择 因为自古正道与良知都是不可战胜的 到最后 正道与良知会抵抗邪恶与黑暗 重见天日 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在黑暗与邪恶暂时压制迫害人们 残害百姓 荼毒生灵的时候 就看我们每一个生命如何选择 永担人道使命 是不是能够坚守人道底线与良知 坚守正道 所以709的意义在于唤醒众生 获得一个启示 获得一个最后走向神圣之路 走向光明的前景 709群体感谢海内外的正义力量 良心力量及各界的支持 我们走过来了 我们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邪恶 黑暗与暴政 最后会烟消云散 会被彻底的阐述 包括香港同胞的自由 人权和尊严 只要我们坚守良知 拥戴人权使命 去追问真相 坚守正道 一定会有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这个时间不会太远了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旧部 被认为是改革派的 原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6月27日在北京去世 中年92岁 一体告别是7月9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前往调宴 而之前没献身七一党亲活动的朱镕基 江泽民献了花圈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前总理温家宝 等副八宝山殡仪馆 出席高尚全一体告别式 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逆战书 汪洋 韩正 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 送去花圈 退休中共高层也送去花圈 包括江泽民 朱镕基 李锐环等 高尚全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中 将劳动力市场 自由 人权等字词 写进中共中央文件 被认为是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 他在2020年曾在一封信中 透露了当局隐瞒疫情 他写道 这次人大常委会 从去年12月28日开始到2月24日 总共用了55天 经过冗长的法律程序 和繁琐的法律手续 错失了良机 这说明北京高层早在12月底 就已得知疫情并预见到其严重性 但隐瞒真相不让人民知情 与台湾建交的海地 总统摩依氏7日凌晨在家遇死身亡 第一夫人马亭重伤 被送往美国迈阿密医院治疗 美联社报道 马亭周六发表公开声明 称丈夫是因为政治原因成为攻击目标 马亭斥责凶手是恶劣 又没胆识的罪犯 才会暗杀摩依氏这样的总统 马亭表示 幕后元凶是因为道度铺设 电力 饮用税 重组公投和选举事务 才会雇佣兵杀害摩依氏 他们正摩权擦掌 要毁掉总统的梦想和仪式形态 海地定于9月26日举行三合一选举 除总统及国会大选 还包括宪法改革公投 改革公投若通过 将取消总理意职 立法部门重组 强化总统和行政权 海地的政局目前陷入混乱 总统摩依氏身亡后 他准备任命为总理的 神经外科医生亨利 对路透社表示 现在他是海地的最高领导者 而不是临时总统乔赛德 而海地参议院中午提名议长 龙博为临时总统 而据海地宪法 总统有难 应由最高法院院长 接任临时总统 而海地最高法院院长 上月死于新冠肺炎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